那么瑞士相公所争取推动 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 扶植部落从一级产业提升到六级产业 而今年10月份也向圆明会 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不过三年计划结束后 如何将好不容易扶植上路的部落六级产业 延续或再创高峰 相代表林玉芬关切直询 也期盼产业扶植建设无缝接轨 从2018年起 瑞士相公所争取获得 圆明会产业扶植计划三年齐成 总经费将近2400多万元 今年10月份相公所办理成果展上 漂亮的成绩单 也深获圆明会上级长官的肯定 不过当政府的补助计划 从中抽身后 部落就真能自力更生 相代表林玉芬直询关切 相公所也做出回应 今年那个扶植计划三年计划 经历是到一个短过时 那我们明年是有 已经核定110年的工艺彩券 回汇机补助计划八十万 那我们就是也要持续 辅导陪地项内的导览结束团队 那会办理导览的培育课程 还有川州美学的培育课程 那另外我们也会提到 年明会的部落产业升级先期计划 那如果有核定的话 会先透过四个月的先期计划 进行资源盘点 那福岛有医院的人员 凝聚共识 那可以聚焦在我们厂内的文化 环保跟体验行销的产业 然后继续推广小路径的流程 有机有饭的酵素 还有人住民特色餐桌的料理 像是野菜、传统食材 还有办理肺定的工作环课程 那这部分都会与山内的小农 先充分的交通 取得共识之后 可以一起执行 瑞士香公所结合部落、在地小农 透过人才赔礼辅导 以及部落小旅行的推广 执行圆明会为期三年的 圆明部落产业扶植计划 全力来扶植部落以及在地农业 从一级生产提升到六级产业 想代表林玉芬不会严的肯定公所 以及部落的努力 但林玉芬也请公所提点检讨 我要再提醒你 我们是原住民行政课 如果超过一半以上 我们就要给官方网络医科来执行 原住民行政课很多业务要做 如果说我们的业务里面 已经是他的原住民各半 那我们希望是由官方网络医科来执行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我们原住民行政课里面 我们主管业务就是原住民的 各项的业务跟行政 所以明年我希望是着重在这个部分 乡公所秉持资源共享 着言在提升全乡各个产业 部分乡代表们则认为 既然是原民会专案扶植部落产业 在资源配比上 除了建议公所不要失去计划的精神核心 再者乡代表林玉芬也期盼 后续的产业扶植与建设都能无缝接轨 让部落产业更上一层楼 记得石玉兰对岁采访报道